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以这棵奇纳为主体 然后这棵树是1460年 中科院的公募专家鉴定的结果 这个梧桐树长势也非常好 生命力很强 对这棵树的养活吧 就是说是一个星期浇一次水 梧桐树本来就是很洗水的一种树种 就是说是一年两次施肥生翻 一个月表面这个土地松土 这块工作都做得特别好 防虫这块的话就说是 基本上这个树种对虫子还是有很强抵抗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的主干部分 真的是非常非常粗 我们已经走到它眼前了 这个树大概要七个人才能核爆一下 然后它上面是有几颗主要的质干 是七个主干 如果有一颗主汁 如果说是掉了或者怎么回事 很快还在旁边长出来一颗 始终保持七个主干 大概这根主汁是97年一场大风 当时就说垮下来了 这旁边就很快就这个汁就长出来了 也就是十多年的样子就长得有这么粗 这颗汁就是97年那场大风 把它刮下来的这个七纳 这颗主汁也是非常壮观 就一颗汁 当时我们把这个就是在上面雕的字 中华铜 七颗主干 寓意特别多 主要寓意就我们七县 和天地区七个县 一个汁代表一个县 也是一种巧合 也是很形象的代表我们和天地区